Hello 大家好 在使用Magica Voxel的时候你是否有这样的烦恼 就是觉得这个噪点比较影响渲染的质量 那在有些场景下 比方说你用了一些特别的材质 或者光线比较暗的时候 噪点就会非常明显 怎么才能去掉噪点呢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首先我们来到Magica Voxel的主页 这里有一个Plug-in Denoiser 就是官方出的去噪点的插件 进到这个画面之后 根据你的系统不同来选择 你要下载的文档 因为我是Win64的 所以我下载这个文档 将它解压缩之后 得到右边的这四个文件 那找到你的Magica Voxel的安装文件夹 里面的Plug-in 将Plug-in的文件复制过去 然后再回到根目录下面 将外面的三个DLL复制到根目录下 这样的话就安装好了 再次打开Magica Voxel 然后回到刚才的这个渲染界面 Render一下 之后在Render的界面下面的Meta的第四格 有一个图片的小标志 这里有个Denoise 它其实是一直是有的 只不过在安装了插件之后它才有效 点一下Denoise之后 你会看到鼠标会跟着一根摆线 这根摆线是在去造点之前和之后的分界线 可以看到造点正以肉眼可见的方式就没有了 然后这里的L和R分别是去造之前和去造之后 以及就是带比较线的一个使图 如果对这个去造比较满意 你就下载这个文件 下载这个图片 这里有一个下载按钮 然后关掉的话就是 关掉这个框 回到刚才的渲染视图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